好 接下来我们要介绍第十一单元平面向量 那我们要介绍一个新的概念的时候呢 大概都会对一些名词呢 做一些定义 所以这个地方呢 我们一开始要讲到平面向量的一个表示法 那因为我们在3A或者是3B的课程里面呢 其实这个地方呢 刚介绍完 所以复习起来同学应该比较有概念 那我们这个地方呢 同学观念的部分呢 可以参考一下我们讲义上面的一些文字上的叙述 那这个地方呢 我稍微讲精简一点 比如说 什么叫做向量呢 具有大小跟方向的物理量 我们称它叫做向量 那这个大小呢 指的当然就是向量的长度 方向角就是这个向量呢 跟S轴正向所夹的这个角度 所以向量的长度它的表示方法 我们用AB向量的绝对值来表示 那它的方向角呢 介在零度到360度之间 这个是我们向量的定义 那我们在考虑向量的时候 除了介绍它的几何意义之外 事实上也要介绍它的一些代数意义 因此呢 我们平面向量可以用坐标来表示 你用坐标来表示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样的一个图形 其实向量有一点像我们在物理学上面学到的力 因为它有大小方向作用点 那比如说这个AB向量 这个A点呢 叫做10点 如果它的坐标是S1Y1 那中点的坐标呢 是X2Y2 那因为我指向B的方向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力 或者说把这个向量呢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叫做水平分量 水平分量 或者我们说叫做X分量 这边叫做X分量 然后千值的部分呢 这个叫做Y分量 水平分量跟千值分量 那很明显的这个点坐标呢 应该就是X2Y1 所以我们这个X分量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大小来表示 比如说假设这一点叫做C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AC的大小来表示 所以呢 这个AC的大小它就是X2呢 减掉S1 所以这个X分量叫做X2减掉S1 这个叫做X分量 那同理呢 这个Y分量的大小呢 我们就可以用Y2减掉Y1 这个来表示 所以这个Y2减掉Y1呢 这个叫做Y分量 所以一个向量呢 比如说AB向量 它的X分量跟Y分量 我们可以利用中点的坐标 减掉10点的坐标 这个是向量的坐标表示法 那第三个 向量的合成跟分解 这个部分呢 大概是我们在讲几何表示法里面 大概算是比较难一点的 特别是我们的第三点 向量的分解 我如果要把两个向量合起来 比如说这个AB向量 加上DC向量 那这个就有一点像我们在求力学里面的合力 比如说我把AB向量跟AC向量合起来的话 那它应该是往这个向量方向跑 所以它应该就是AC向量 那这个我们可以利用所谓的三角形法 或者是平行四边形法 然后利用坐标的方式呢 把那个力量 把那个AC向量呢 把它找出来 那当然我们以向量的表示方法来看呢 如果我们前面加一个负号 那代表它的方向是相反的 所以比如说AB向量 原本它是以B 它是往B的方向跑 那如果我现在把它变成BA向量的话 那它的前面呢 应该就是要加一个负号 因此呢 我们第三个 第三小点 如果我今天要把这个AB向量 拆成两个向量的X 就是分解嘛 拆成两个向量的X 那我们如果说利用作图的方式 比如说这个是OA 这个是AB向量 那O点呢 如果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很明显的 比如说这个AB向量呢 用加法比较简单嘛 这个AB向量 应该是AO加上OB 所以我如果把这个AO向量呢 把它的方向相反 它是不是会变成负的OA向量 加上OB 所以呢 这个AB向量呢 如果说我要做分解的动作的话 那我可以把它想像成 我是用中点的坐标 减掉10点的坐标 类似像这样的一个表示方法 所以它可以把它写成OB向量 减掉OA向量 好 这是我们向量的一个基本定义 好 接下来我们看第四个重点 跟第五个重点 向量的合成跟分解 这个大概就是向量的几个表示法 那如果我们用代数的方式来考虑 比如说向量的合成跟分解 它其实就是向量的加减法 跟系数机的一个概念 那因为我们用坐标来表示嘛 所以我们把A向量写成A1A2 B向量写成B1B2 那如果我把这两个向量加起来 那就是把它们的分量分别相加 比如说A1加上B1 A2加上B2 那如果是减呢 分量相减 A1减掉B1 A2减掉B2 那如果是系数机的话 比如说我把某一个向量乘上R倍 那这个分量呢 当然要分别乘上R倍 这个观念应该是很简单 那第五个呢 是我们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性质 这个我们通常 比如说比较复杂的一些运算 大概都会用到 向量的平行跟相等 向量的平行跟相等 那如果用坐标表示法来看的话 如果两个向量相等 那它所对应的分量当然会相等 比如说A1就等B1 A2就等B2 那如果说A向量跟B向量是平行的 那其实我们如果说从图形上来看的话 比如说这个是A向量 这个是B向量 如果这两个向量平行 那事实上因为方向相同之外呢 或者说方向相反也可以 可能它的方向呢 是相同的或者是相反的 所以假设说这个T的值是正的 那代表它的方向是相同的 那如果说这个T的值呢 是负的 表示它方向相反 那因为这两个向量平行 所以这个A的大小呢 应该是这个B向量的T倍 我们这个地方如果是用T来表示 那当然这个T呢 可以是正数可以是负数 所以如果两个向量平行的话 这个A向量呢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T倍的B向量 OK 这个是向量的平行跟相等 好 我们接下来看一个向量表示法的一个办例 这个题目呢 它其实有一点点结合我们前面讲到的 广义角三角比 这样的一个概念 那同学可以在这个范例呢 加上这两个值 比如说sin15度 因为我们从这个图形里面 因为它有给我们一个 15度的特别角的一个角度 那我们三角比呢 sin15度跟cos15度 这两个值呢 同学也可以把它背下来 sin15度呢 是4分之根号6-根号2 cos15度呢 是4分之根号6加根号2 那事实上其他的角度 我们大概都可以用广义角的概念 来做一些换算 好 那我们看这个题目 它说 假设在这个坐标题面上 它有一个图形呢 像这样子 那 OA向量 它说OA的长度是4 那第一个它要求这个OA向量的 坐标表示法 因为它要把那个OA向量的坐标把它写出来 那它画这个地方是45度 不过我们从向量的定义 我们从向量的定义来看的话 它的方向角应该是跟X轴正向的夹角 因此呢 我们这个OA向量它实际上的角度 它的方向角应该是135度 它应该是135度 所以呢 这个OA向量它的X坐标 应该就是4乘上cos的135度 Y坐标呢 就是4乘上sine的135度 好 这个是OA向量 因为它是原点 这个是标准位置向量 标准位置向量 好 那cos135度是 广义角喔 cos的180度减掉45度 所以呢 它应该是负的cos45度 所以它是负的2分之根号2 所以在场上4倍 所以OA向量呢 它的X分量应该是负2根号2 那sine135度 这个是正的 正的2分之根号2 这个可以用广义角的方式来求 所以它是2根号2 好 这个是OA向量 OA向量 那如果它要求OB向量的话 那我们大概要先把这个B点的坐标求出来 那B点的坐标求出来呢 其实我们可以直接先求 A B向量 我们在这个地方求好了 A B向量因为 其实你做一个水平线的话 因为这个跟S走平行嘛 所以这个A B向量的方向角 应该就是15度 就像这个图形里面它画的 所以这个A B向量呢 它的X分量应该就是A B向量的长度 4乘上cos15度 然后Y分量呢就是4乘上sin15度 那我们用老师给的这两个值 sin15度是4分之根号6-根号2 那我们把这个带进来 所以这个A B向量呢 它应该就是根号6加根号2 然后呢 这边是根号6进根号2 这个是O A向量 可是呢我们要求的是O B向量 A B向量 好 我如果把它写成这个的话 那我就可以把这两个向量加起来 所以这个O B向量呢 这一个加这一个 所以它是根号6-根号2 然后这两个加起来 根号6加上根号2 好 这个是O B向量 刚刚我们讲的概念呢 大概在这个范例呢 我们都有用到 那最后一个我要求B C向量 好 这个地方它是垂直的 这个A B向量跟B C向量 它是垂直的 不过我们要的还是它的什么 还是它的方向角嘛 因此呢 我一样是做一个水平线 那如果这个地方是15度的话 这个角度应该是15度 所以上面的这个角度呢 它应该是75度 因此这个B C向量的方向角 应该就是105度 所以我们会用到105度的三角比 广义角的三角比 好 所以这个B C向量呢 它应该就是4乘上cos的105度 4乘上3的105度 那cos的105度 广义角三角比 它是cos的90度 加上15度 所以它应该是负的315度 单变双不变 正负看向线 90度加细 90度加细 跑到第二向线 cos的指是负的 单变 所以它变成负的315度 那3105度 它是390度 加上15度 单变双不变 正负看向线 90度加细 对傻眼来讲 它是正的 单变cos15度 所以我把这两个值呢 带进来 4倍的cos105度 就是4乘上这个东西 不过它前面加一个负号 所以它应该会变成 负的 根号6解根号2 那这一个值呢 它就是4乘上cos15度 cos15度 这边是根号6 加上根号2 那把这个稍微整理一下 这个就是负根号6 加根号2 这边是根号6 加上根号2 好 这个是我们向量的表示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个大考题 它说 坐标平面上有两个向量 U向量呢 是50 然后V向量是-4跟2 然后它问说 下列哪一个向量的长度最大 好我要求向量的长度 那我们复习一下 刚刚讲过的一个观念 同学你看一下 如果在这个坐标平面上 有一个AB向量 那我要求这个AB向量的长度 那按照我们向量的定义 我是不是做所谓的水平分量 就是X分量 还有Y分量 那我如果是要求它的长度的话 比如说这边是S2-S1 那这边是Y2-Y1 如果要求这个的长度 那我应该就是用这个水平分量 就是X分量的平方 加上Y分量的平方 开根号 因为它就是必识定理 因此这个题目 我只要把这个选项里面的 X分量跟Y分量把它求出来 然后利用长度的这个概念 我就可以把它比较出 哪一个向量的长度最大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A选项 它是-3U 所以系数机 这个是-15-30 好 那B选项 它是6V 6V的话是-24 还有12 那C选项 它是-2U 减掉5V -2的话是-10 -20 减掉乘以5倍的话是-20 10 10 10 这个利用坐标的运算 那这边是10-30 10 中选项 中选项 它是2U 减掉5V 2U呢 它是10-20 减掉5V -20-10 所以 所以这个是30-10 所以这两个长度是一样的 看起来 因为这个可以先比较一下 那这个E选项呢 它是U加上7V U相量是50 加上-28 乘以7倍 这就是14 好 这两个加起来的话 这边是-23 然后呢 这边是24 好 那我要求这些向量的长度 比如说 像这一个 这个向量的长度呢 -3U 它是根号-15的平方 加上-30的平方 然后呢 这个 6V的绝对值 因为求长度嘛 它是根号-24的平方 加上-12的平方 那这一个呢 -2U 减掉5V的绝对值 它是10的平方 加上-30的平方 这个的绝对值呢 也是一样 30的平方 加上-10的平方 那这个地方呢 它要求绝对值 它是根号-23的平方 加上-24的平方 好 那我要比较这五个向量的长度 它的大小关系 事实上我只要把这个值算出来就好了 那根号里面的值越大 当然它的长度就是越大的 OK 所以这个题目呢 我们大概就可以把它处理出来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向量的平行跟相等的一个性质 它说坐标平面上呢 有三个向量 A向量呢 是-42 B向量是-13 C向量呢 是-1跟-1 然后呢 T倍的A向量 平行 B向量加上T倍的C向量 这个符号是平行的符号 好 好 那向量平行的话 它的分量呢 会呈比例 我们来看一下 为什么会这样子 TA 好 我们先用细数机呢 一个一个把它写出来 TA向量呢 它应该是4B 2B 好 这个是细数机的定义 那如果B向量加上T倍的C向量 好 B向量呢 是-1跟-3 然后PC 把它乘以T 这个应该是 夹起来-1加上T 然后3减-T 那假设这个叫做X向量 这个叫做Y向量 我们说X向量平行Y向量 X向量平行Y向量的话 那它的表示方法应该是像这样子 比如说这个是X向量 这个是Y向量 换句话说 这个X向量呢 它应该可以把它写成R倍的Y向量 那如果把它写成X向量等于R倍的Y向量之后 我们看它的分量 比如说这个叫做A1A2 然后这个叫做 它等于R倍的B1B2 那把这个R乘进去 比如说它是RB1RB2 好 那我们大概就可以得到说 A1比上B1 应该就会等于A2 A2比上B2 它的分量呢 会乘比例 因为它都是R倍 大概就可以得到这样的关系 因此呢 它说 TA向量跟B向量加T倍的C向量 这两个向量平行的话 那我们大概就有这样的观念 那我们大概就有这样的观念 分量乘比例 4T比上-1加T 就会等于2T比上3-T OK 好 那为了计算方便 因为它题目有说 这个T不等于0嘛 所以这个T呢 我们可以先把它约掉 那是因为T不等于0喔 T不等于0 所以因为它是一个常数嘛 那这个相同的常数呢 我可以把它约掉 这个2呢 我也可以再把它约掉 所以这边变成2 所以6减掉2T 就会等于-1加上P 所以3P就等于7 这个P呢 就等于3分之7 好 这样我们就可以求出这个P值了